大家晚上好 各位线上的朋友 很高兴已经到这么晚 大家还坚持在线上的陪伴 那上周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例 关于盆腔的这个前路和中路脱锤的 盆腔脏体脱锤的手术病案分析 手术视频 那这周呢我来给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我们妇科盆底 功能障碍常见的一个疾病 就是压力性尿失禁 那这个今天我分享的案例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经闭口无章力尿道中断的一个悬吊术 首先我们这个患者是一个62岁的女性 胜产一胎 然后她来医院呢 主要是因为咳嗽大孝的时候 或者体重物的时候 有小便的这种不自主的露出 大概有六年了 那最近半年的时候呢 症状是有明显的加重 那在她平常走路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个尿液的不自主的露出 平常要佩戴这个尿电 所以对她的日常生活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因为这个来我们医院的盆体中心来就诊 那入院以后的话 我们对她做了一个复科的这个体格检查 那对整体来说 她的这个盆腔脏器脱锤的 严重程度不是非常厉害 那只有一个前后臂的一个轻度的膨出 子宫呢是没有脱锤的 那三水瓶的这个阴道 这个生殖裂孔和一个这个婚姻体的一个长度 都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那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止压试验 就是让患者咳嗽的时候是明显漏尿的 当我们用手指压破她的尿道旁的这个阻值的时候 再煮她咳嗽 她的小便是明显的被抑制住的 所以止压试验是阳性的 那么棉签试验 我发现她的活动角度为40度 是明显的有一个尿道的活动移动度的增加 那像这一类压力型尿试验的患者 我们一般来说评估的话 我们在入院前会做一个尿动力和盆底超声的评估 那超声的这个反馈的情况 跟我们实际上妇科检查还是比较相符的 只是有一个说膀胱的一个一型的膨出 尿道内口是有开放 就是它尿道内口的这个灰肌 可能还是有稍微有点缺陷 那在这个中盆腔和后盆腔 没有明显的见到这个异常 那尿动力检查的来讲 它没有明显的这种膀胱敏感 那出感尿液是大于150毫升的 小微有点就是排尿的这种感觉的迟缓 强烈尿液是大于400毫升 尿液的膀胱的容量和顺应性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最大尿道闭合压 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是明显的降低的 就是说它的这个尿道压和膀胱压的这个差是有点降低 就是说在它闭合压增加的时候 这个尿道是没有办法比较 那功能尿道的长度相对它这个年纪三公分来讲 也是稍微有点缩短的 那尿电试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有一个28.45颗的一个漏尿的情况 那基本上接近一个重度的尿湿性 那它漏尿的发生的场景 主要还是在咳嗽原地跳 就是说我们服压增加的情况下 才发生了一个漏尿 那在那尿流率来说 最大尿流率是36.8 那平均尿流率27.4 那基本上来说是在一个正常范围 可以说这个它应该是没有一个尿道耿阻 或者病尿剂无力的一个情况 那残余尿是零毫升 就是没有说排尿困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像这个女性的患者 她的尿动力检查 是非常符合一个压力型尿湿剂的一个情况 另外她没有尿道耿阻 或病尿剂无力这种情况 所以说她的手术方案的话 我们还是定在这个一个TVTO 就近闭孔的一个无张力的尿道中调悬调 先讲一下TVTO的这个术式 其实我们TVTO这个尿带的放置 主要就是为了弥补我们女性 这个尿道周围支持结构 最主要就是尸骨尿道这个韧带的这个缺陷 那这个韧带一般来说 会在我们的妊娠期分娩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损伤 另外一个在绝境期之后 那么我们的女性有很多 因为基础水平下降 可能身体的韧带会发生脱垂 松弛 那基本上尿道韧带 这个在这个时候 发生松弛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很多女性的尿湿剂症状 会在绝境后明显的有一个增强 那我们的这个手术入路 一般来说 我们的手术切口是选择 尿道下的一公分 然后切口长度 大概是一公分到1.5公分的这个长度 那么这个位置 正好处于在尿道中断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尿道的穿刺点出来的位置 那基本上是怎么选择 是以凭这个尿道口的这个水平线 那与这个皮肤大腿 根部皮肤皱褶的交点 然后靠外两公分 向上两公分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来做一个穿刺点 那这个穿刺点 其实看起来 我们在体表上 跟我们这个阴地的这个水平线 跟大腿的这个交界外的这个区域 还是有点接近的 那基本上跟我们上一周讲的 这个T4的前肢 然后穿出来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它其实还是投射在我们这个 闭孔的这个内上级 然后比较避开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吊带是从这个地方穿进去 那首先我们还是选择尿道下方 大概一公分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前家用Alice前家 这两帮的阴道粘膜 然后我们在阴道粘膜的下方 阴道粘膜下层来打一个水电 然后充分的游离这个尿道旁的间隙 和尿道下方的间隙 如果水电打得好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切口做开以后 是非常容易找到这个尿道旁间隙的 那我们电道切开 然后切开这个切口的位置 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然后我一般来说 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比较精细啊 我们这个Alice的前头还有点大 两把Alice 然后前加住一旁的这个阴道粘膜 然后我们会用这种组织线 来分离这个尿道旁的这个间隙 尿道下方 尿道粘膜下方这个尿道旁间隙 那这个电刀切下去 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水电的音约 可以看到我们水电的位置啊 基本上我如果我们盆底手术 做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在拉 在提拉这个患者的阴道粘膜的同时 我们可能就能感受到 这个患者的阴道的粘膜层 大概是厚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进针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参照 我们感觉到这个 当然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 可能我们才能感悟到 然后这个地方就很轻易的 我们分解就很容易进去 进到这个粘膜下肢间隙 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呢 要引到剪刀 剪刀的位置一般来说是 45度斜向上 然后对着这个尺骨浆支 然后进去分离一道 我们顶到这个尺骨浆支的时候 会后退下压 然后会有个突破感 进入到壁孔膜 这是对外一侧 两边都分离好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这个 碟片的放置 就是引导我们以后续 这个穿刺器 穿过我们的尿道旁 间隙 然后穿过壁孔膜 这个时候是我们把尿道 下方的这个空间 再进一步的游离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两边 是尿道旁的一个间隙 然后我们插入碟翅 碟翅器这个稍微有点浅 我们应该是直接插入到里面 会有一个明显的突破感 很像这样 四指然后固定音符 然后大拇指轻推 然后有一个按劲 缓缓的有一个突破感 我们就进入壁孔膜了 然后我们就是旋转 右手旋转向中心 回退旋转 我们这个穿刺器 基本上就能从我们这个 提表的这个地方穿出来 这个提表的这个标志是我在树前先画好的 所以在树中的时候 我们很轻易的可以找到这个位置 那对侧也是一样的 那四指在 按在固定在音符 然后轻轻的用力 然后突破座骨极 突破这个闭孔膜 也是这边同样的 从提表的这个我们固定好的位置穿出 然后慢慢的推出这个穿刺器 两边 把我们的吊带调整位置 那这一步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还是比较重要 我们叫无章力压力 吊道悬吊 最主要是体现在无章力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当我们调整好位置之后 我们会用Alice 前加这个网片大约0.5公分 然后呢前加住之后 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尿道下方的位置 然后两边 把这个网片再轻轻的调整一下颈度 让这个网片贴紧这个尿道下方的组织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松开Alice 基本上我们不再调整网片的位置了 基本上这个时候 其实它处于一个无章力的状态 然后我们冲洗一下 用两个0的可吸收线 来缝合我们这个尿道 而因道B 基本上这个手术就这样完成了 这个病人 基本上我们现在做的尿力性尿湿性手术 经过这种放置吊带的话 基本上术后24小时 就可以拔尿管 那残余尿基本上就在10毫升以下 然后48小时就可以出院 那对于这个手术的技术要点 主要第一个就是术前的评估 就是这个患者 他尿湿性引起尿湿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单纯的压力性的 还是说神经性的急迫性尿湿性 或者是两者混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急迫性尿湿性来说 TVTO其实它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压力性尿湿性 其实根据这个漏压点的这个不同的数值 它还有细分到一型二型和三型 那一型来说基本上还是因为这个尿道周围的 支持韧带的松弛导致的 那二型呢其实以韧带松弛为主 那么可能还有伴有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尿道内阔约肌的一个缺陷 那这两个一般来说就是在 漏压点是在大于60毫米水柱的 那如果说它的漏压点在60毫米水柱以下 那么我们一般把它判定为三型 像这一类的患者非常有可能 就是因为尿道内阔约肌的缺陷导致的这个漏尿 它如果没有尿道移动度的增加的话 那像这种情况你去给它做的手术 它受冻效果可能并不一定好 像这类的病人可能我们需要采取 尿道旁的这种 比如说透明脂酸的这种注射 来摆散它这个漏尿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医生 跟我沟通过说 做这个手术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怕术后这个患者有很多的并发症 那手术一个是就是说脏器损伤 因为像这个像这种手术比较容易损伤 就是尿道和膀胱 那其实这个还是解扣层次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间隙找到了找对了 然后我们的步骤整个步骤 手术步骤是按部就班的 按照这种标准化的从事来做的话 一般来说损伤到尿道和这个 疏尿管尿道和膀胱的这种概率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TVTO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 那另外一个排尿困难 这个多数来说还是因为 吊带的张力过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如果你能做到无张力的话 术后的排尿困难 目前我们现在采用这种方法 患者几乎没太有 就是说术后小便解不出这种情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术后的一个旁宫过度活跃 这个一定要跟患者讲清楚 因为确实有很多患者 就是术后他因为放置了网片 因为网片本身 他可能对组织这种刺激 局部严重反应 患者在术前没有这种急迫性的尿失镜 或者是压力性尿 他可能在术后有30%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 可能在术前的话 要跟患者来正式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有可能在术后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我们还可以 可能是还需要些主要物 或者说其他理疗的治疗 来帮他进行控制 那术中的关节刚才说了 第一个还是手术就是解剖 那解剖层次 这还有你的这个解剖的这个理解 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吊带的 这个无张力放置 因为我们确实是无张力 因为有些医生怕说术后效果不好 所以稍微紧一点点 这个千万不要 因为稍微紧一点点 这个度很难把握 术后就容易引起这种小编解不出 好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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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